口罩国家队老鼠屎对话曝光 加利老板近烂布弄崩市场 销3407万被起诉 我今天如果卖的是黑心 我找个地中钻我就钻进去 口罩国家队加利科技公司 却涉嫌从中国进口口罩 混冲实名制口罩卖给消费者 引起民众恐慌 现在老板林明镜被起诉了 加利公司是在今年1月 和政府签约加入口罩国家队 但却从6月开始 就从中国安徽购买 没有经过我国食药署认证的 非医用口罩 总共467万8千片 再请员工分装改标 假冒自产的医用口罩 一部分给国家征用 一部分市售 获利超过3000万 我是特别请朋友帮我代工的 我们从那边进口 每一片的价格是0.35人民币 但是我不这样做 我的人员没有办法休息 老板林明镜先前还辩称 是不想累坏员工 才会从中国进口口罩 强调这些口罩品质都没问题 我人可能不好 我可能行为不好 但是我的产品绝对没有问题 正办初期 林明镜获350万元交保 不过检方深入追查发现 林明镜手机里头 有跟中国厂商的对话 就曾谈及 中国容喷布品质不稳定 他却不以为意地回说 要进口烂荣喷布 打击同业弄崩市场 这么离谱的行径 检方最后认定 林明镜设犯刑法 需为标记商品原产国罪 炸弃罪 还有药事法 未经核准擅自输入医疗器材罪 将他起诉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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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